主料,糯米200克,焦米粉300克,花生100克,蒜熟,盐,食用油,水,加入适量水,盐调成略稠的糊状,把泡好的糯米平铺在碟里,下面均淋上粘米粉浆,开水上锅蒸18分钟,蒸好后趁热淋上香油,撒上用搅拌机打碎的花生碎,晾凉后切成小块食用,配上豆浆,美味的早餐就做了。 烹饪技巧,糯米又提前一碗泡好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